演唱帶跳這個真的很辛苦 對啊 這個放音樂太好聽了 對 怎麼搞我再主持 好似乎米 這只好也不簡單 那你來彈吉他自彈自唱 我這次真的是拿出我的 我從來沒有在節目上面 表現過我的吉他的才藝 因為我真的吉他 第一個沒有學過 沒有任何老師教 我是買彈指之間有沒有 從CMI FG 自學 自學 然後在國中的時候接觸吉他 因為那時候 我在國中的時候有一個偶像 叫謝霆蜂 叫謝霆蜂 那時候覺得 他說謝謝你的愛意1999 就太帥了這個人 背個吉他這樣子 感覺就是 所以你就買了吉他 買了吉他 然後真的交到人生中 第一個女朋友 那時候彈了一首五月天的擁抱 我還記得我跟他說 接下來這首歌曲 希望你聽完之後 可以給我一個擁抱 就彈了這首歌 那你為什麼不唱這首 吻我吧 吻我吧 跳我不行啊 吻我 唱完之後他就吻你了 為什麼選這個歌 我怕唱完會是吻我爸 會 你為什麼選這個 酷男的歌 其實我這種就是 Discord放的歌 我一直很喜歡 然後 之前比較沒有選擇 可是我覺得就是要把握 每一次在舞台上的機會 所以我今天就選了這首歌曲 是,又唱又跳 真的是很累 我覺得唱跳是最難的 非常難 佩服 戲有點喘,對 請評審老師來做講評 丁曉雯老師,請 我覺得你們兩個很煩耶 老師生氣氣了 你們竟然我好難大分數哦 真的是各善甚長 我覺得你們兩個都好精采 雖然在唱將上面都有瑕疵 但是我覺得好好看 至少今天真的 鴨翔把我又秀出來 就是老師,我還會彈吉他 因為上次那個彈圓夢歌中劇 然後周治平老師講評說 唱得不錯 但是羅選人沒有一個對 因為上次是演戲 這次真的拉音插進去 真的有聲音 我想給大家看一下 我真的有會一點點這樣 這有的確會彈 這不是做樣子 好,當然也是我覺得 可能有一點分心在 吉他的演奏上面 因為又要唱 又要彈奏 其實很不容易 所以我覺得今天有點可惜是 拒絕再玩這個歌 你知道這種節奏 我們都會覺得就要開始跳舞 對 結果沒有 今天我多期望就是 尖奏的時候 你把那個吉他一丟 給我開始跳舞 吉他很貴 丟人心痛 所以就不得不犧牲嘛 所以我覺得今天 在這個部分 覺得對於原來的期望 我覺得有一點點沒有達到 是 就可惜 可以把它改編成更適合吉他 或者是更適合電吉他來獨舞 標那個電吉他的感覺 了解 或做得更搖滾一點 打破我們對於原來原唱的感覺 我覺得可以嘗試更大膽 好 但是你又唱錯詞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 這已經變成你的特色了 就我跟滑堅大哥學的 我知道 因為滑堅是第一名 你要步上他後塵變成第二名 對,因為其實我在怕我和弦壓錯 因為其實監聽滿清楚的 我怕我彈奏和弦 然後有點小分心在這個上面 有一點點,不好意思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問題 就是因為會分心 會有一點 但是還是真的 今天這個第一槍 我覺得相當精采 謝謝老師 好 蒨時 我們的舞台上 很少出現這種Funk的歌 然後唱將有這麼多的 藍調 其實很難 這歌一見面 就是大量的假音加上轉音 而且 很大一個篇幅 哇,這個是難度非常非常高 但是真的聽得很過癮很過癮 尤其再加上那個舞蹈 是Michael Jackson的一些招牌的動作 哇,我覺得看得好興奮喔 我會覺得這是一個表演型的 一個比賽的歌曲 我覺得今天這個整個的表演 如果可以更有自信一點 更純熟一點 我覺得你已經幾乎是我的滿分了 加油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洪基尿老師,請 你們兩個都 今天把音樂玩得很盡興耶 那先從志豪 我覺得把我們的這個吉他手 Cue出來 你們兩個好像 因為我走氣一點啊 為什麼會一個在那裡彈一個 這... 老師,殊不知 剛剛他說 志豪,我怎麼很緊張的 因為樂手老師都默默在後面伴奏 是啊 很少站在舞台的中間 是 其實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表達方式 是很好 你看你彈木吉他 這一次也是真正有刷得很... 真的 所以就表示說 像你真的在刷的時候 那個音樂是進到跟樂隊是一起的 糾勻在這個音樂裡面 那我覺得今天有做到這一點 蒨時也是在玩音樂 哇,你這個是FUNK對不對 那我覺得我反而看到 好像是台灣的 Jana Jackson 這有點像Michael的那個... 他算妹妹嗎 對,他的妹妹 姐姐 姐姐嗎 是妹妹 妹妹 我非常能夠理解 妹妹一直被當成姐姐的心情 所以... OK Don't angry,OK 我覺得這種黑人的音樂 對啊,就是... 要有一種那種靈魂的感覺 那我覺得蒨時在唱 你把它做得更靈活、更現場 就是說 配合我們的舞蹈 然後整體這樣在跳的時候 我覺得是非常不簡單 因為你還拿手麥 你還要跳舞 那我覺得這個難度真的是很高 如果不是像蒨時有這樣的功力 我認為其實一般人要把這個語氣 跟拍子的切分結合在一起 把這種受那種靈魂樂的東西 表現出來 不是那麼容易 可能都做得不好 但是我覺得你選了這首歌 你今天把它表現這樣 已經算是非常好 而且你不但沒有用假音音 我發現你在後面唱的時候 那個彈性度是有的 所以我說兩個 真的有聽到那種 玩音樂較勁的感覺 給兩位的分數都還算不錯 謝謝老師 加油 謝謝評審 首先看曾治豪拒絕在玩這首歌 能獲得幾分 評審請給分 今天放大絕招 第一次在舞台上自彈自唱 分數來到89 90 91 小數點繼續跑 跑到92 恭喜得到92分 謝謝 接下來楊菁時這首文魔吧 能獲得幾分 評審請給分 再一次超高難度的表演 突破自我 分數來到88 89 90 91 分數上升非常地快 92 小數點是多少 恭喜得到92.3分 謝謝來介紹三分